下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关于define定义中 它的红体定中展开的两个警号和一个警号中的一些区别 那么首先先说一下这两个符号 在我们应用开发中可能用的确实比较少 基本上大家可能很少能见到 但在我们的内核以及包括驱动中 那么你会发现这些技巧型的工程性代码 它很多的时候会用到警号和两个警号 来对整个系统做一些更完美的修饰 那么这个内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听听为主 但是如果随着我们代码量和以后工程的经验的丰富 你可以把它用在你的工程上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看到别人的代码能够看懂就可以 好下面我们先给大家引入这个概念 首先来说它的使用的条件 使用的场合是在我们的红体中实现 不是在红明中实现 比如在红体中我们在展开的时候 警号一个警加X 那么我们在展开的时候呢 我们称之为要字符串化 或者说称之为叫字符常量化 举个例子什么意思 比如我这个地方写个ABC A吧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展开并不是警A 并不是警A 而是一个单引号A 或者说你就把它认为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A 然后那么这个如果是两个警号 我们称之为叫连接符号 连接符号呢 我们怎么理解呢 你把它理解成我们英语中 大家记单词中经常听到那个概念 叫前缀和后缀对吧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前缀和后缀的一个符号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X还是一样 你这写A并不代表是D 然后两个警号A 而是代表什么 D作为前缀 然后因为D没有警号嘛 所以它还是原来叫什么 它就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两个警号呢 代表的是把这个X 跟前面这个东西进行一个什么 连接 一个连接 所以这些符号呢 在我们的内核中你会看到非常多 或者在一些投文件定义中使用的是比较多 好 我们现在呢 先把它的语法先掌握到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它什么时候用 或者是它用的一些技巧 好 还是一样 我们去写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004.c 还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用字符创画来看一下 ABC 比如说ABC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警X 写出了X 然后我们展开呢 就是个警X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现象 警X呢 这个一个警号呢 我们现在用的不多 一般来说是在编译环境中啊 或者是引入一些基本概念的时候 会用到一些啊 那我们把这个语法先掌握到 Prentful 好 这个时候按理说 我们应该双引号什么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看 我们把它变一下啊 先不用双引号 我们ABC 直接ABC 然后比如说 我们跟一个小写的 AB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展开 反正就是无爱乎 就是直接替换 对吧 好 你看 那么按理说这个地方呢 不该这样做 因为它已经Prentful第一行 第一个参数应该是一个字不算 对吧 那如果我们这么写 我们看看它会得到 我们要的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什么样的结果 好 没有编译并没有报处啊 那么看看它运行结果 build 好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它且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加反正跟N啊 所以它打印的时候并没有回车啊 大家看 AB出来了 AB出来了 好 再看一下啊 好 大家看 AB出来了啊 那有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原文件再改一下啊 改进一下 呃 加什么 加什么 加杠 加杠 因为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这个ABC的X实际上就是它 对不对 然后你加了锦号过后 其实并没有把它展开成什么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展开成锦号 AB反斜杠 对不对 而把它展开成什么 你可以认为是双引号 对吧 双引号 这样 是不是展开成这个地方来实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我们把它把这样的一种单锦号 我们称之为叫字不串法 那有时候 它主要的使用场合呢 就是对于我们在红中啊 想把 想复制的时候 复制一些字不串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复制 嗯 当然这个呢 就是我们先举 先举这么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语法就可以啊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两个锦号啊 两个锦号呢 那这个呢 用处稍微多一点啊 或者说它一些技巧性更强啊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 还是按按照这个例子提来写啊 比如我现在定义两个字 一个是对一啊 我们呢 让它等于10好吧 哎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变量 叫对 对二 一样的啊 反正大家那个 处理旁通就死了啊 然后20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改变一下 我们的Parentful 我们呢 是想想打印出 比如说呃 日期啊 什么日期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纸 反正看一下啊 你看我们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想再直接调用对一对二了 因为我们觉得很麻烦 有可能这个前锥更长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一个红 当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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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锥很短啊 我的意思是如果前锥很长的话啊 你看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Define 呃 我们就我们就称之为对 好吧 日期啊 当然这个名字 你前面可以很长很长的啊 比如说我们叫 还是X啊 还是X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展开成什么 就就叫做对 啊 然后仅仅X 也就说 也就说 当然我这个把 再再变一下啊 再变一下 叫my day 好吧 my day 这样我们看了更清楚点 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变量呢 是都就都有一个前锥叫my day 但是一个前锥后锥呢 一个是一 一个是二 那也说我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这还是这样写啊 my day一 my day二啊 你总觉得前面是不是单词多写了两个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用红 让我们偷懒一点 对不对 哎那我们偷懒一点 你看my day 然后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这样用 这样是不是我们就直接用day 啊 然后你不想要一吗 好了就写一就可以了 啊 那就相当直接把这个一替换进去 这个好处主要在哪 就别人一看 哦 原来我是第一个day啊 然后第二个day 就像有点见名之意的感觉啊 其实你你直接写my day一 my day二七也可以啊 但这样写呢 就好像显得更符合人的一种读法啊 所以我们说在试语言中啊慢慢设计的比较好过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试语言就像写一篇英文文章一样啊 它是你看的三十篇文章啊 然后呢通过某些方法呢再把它翻译成计算机能理解的他能认识的文章啊 好我们来试一下啊 那么我们是一啊 所以应该是死 我们看看是不是啊 好一样的你看也没有爆错啊 我们可以用一下啊 build一下 好大家看 你要是不是死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在调用这个变量的时候 我不再怎么调用了啊 我是 我这样来调用 对不对 这样来调用 然后那么同样的道理 就变成二十了啊 变成二十 所以这个呢 就有一点点像什么 就是可以把一些前缀啊 后缀啊 咱们作为一种 一种那个 一种就是隐藏的方法来实现啊 当然这种方法呢 不仅仅在变量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函数的负质啊 函数的调用啊 的一些技巧性的负质 都会用得到啊 都会用得到 好那下面呢 我们在基本上了解了啊 就基本上你大概能够 有一个基本印象就可以啊 然后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拿几个 内核中的一些圆码 我给看一看 内核中它的定义的方法 当然这个呢 我们目前不要求大家去掌握啊 就是说你先听一听啊 在以后我们再具体学到 内核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 再涉及到啊 然后我们再进行更详细的讲解啊 好呃 这呢 我们是我先列出了一些 我查到了一些东西啊 你看比如说 我现在随便找一个啊 像像这种红定义啊 大家也可以去学会它啊 呃 当然这个呢 是内核跟我们那个 应用程序有点不太一样啊 但是呃 那个换汤不换药啊 你看比如他定一个红 叫 arrow啊 然后这样一个参数 什么意思呢 Print K 其实我们把它理解成Print for啊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啊 就说我他呢是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呃 format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然后最后这个仅仅ARG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这个链接啊 就是这个链接 那个很在意啊 那么我们再找一个 比如这种啊 这个红应该说也是我们仅仅符号中的一个比较常用的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这是一个红函数 红函数中呢 传入一个参数是X X呢 它的方法前面我们不管它 不管怎么比较啊 反正就是很显然是一个问号冒号表达式啊 它呢 就相当于比较一下啊 是真还是假 然后呢 根据真假把后面的纸复过去 对不对 把这个红金替换 但这个替换中大家会发现有个问题啊 你看 我选X的时候 它分很多种啊 一个是都是都是这样一个前缀啊 可能是A前缀 也可能是B前缀 但是后缀呢 可能都是一个什么 你传的纸啊 比如说你看这样 我们底下呢定义一个什么 一个是共享key 一个是SSID啊 比如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的这个X写的是一个CLkey啊 CLkey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比较的时候 也就说你会发现是吧 发现它就用这个来传给来负质啊 然后如果说你那个传的SSID呢 就用这个红替换成这个红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内核中啊 它利用这些技巧呢 可以把我们很多的那个信息都包含进来 然后根据你不同的选项进行选择啊 所以所以说后面呢 我们会发现学习那个内核啊 更多的很有点像什么 它大而全 但我们又怎么来使用到它啊 使用到它 其实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这个地方也有个例子啊 也有个例子 就是你看我掉SID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相当于替换成SID 那么替换连接这个字符的时候呢 那实际上就是这两个红的值 进行一个什么 一个转换啊 好 当然这个呢 就是我们只是说 呃 先呃 抛砖引玉一下啊 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在我们C元中呢 还有一些很多的技巧性的东西啊 警号和两个警警号啊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后面学习的时候 还会再进行深入的去学习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听听就可以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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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